为什么腰椎间盘突出一定要锻炼才能根除 大家好 我是北京公立三甲医院副主任医师马学红 腰椎间盘突出在当今社会可以是一种高发的疾病 他的犯病人穷呢 仅次于感冒 而且这个年龄的跨度呢也是非常大的 在猛诊接诊大量的腰椎病的患者呢 那有非常直观的一个感受 比如说呢 有20岁的学生缺乏锻炼 久坐 而且姿势不良 还有孕妇 产妇 孕妻的这种腰椎负荷呢也是特别大 产后抱孩子呢也容易导致腰椎间盘突出 还有上班族 此外呢还有搬用工 长期的这种劳动 腰背部长期的一个承受非常大的这种重量 还有年长者 随着年龄的增加呢 背部的这种保护不当 可见腰椎间盘突出覆盖了我们身边的大多数的患者人群 九七元症呢 主要是与现代人的这种腰背部肌肉的力量下降 所引起的脊柱稳定功能下降有关 当我们的脊柱的稳定性比较脆弱的时候 如果有外力的刺紧 那么腰椎间盘突出呢 那么腰椎间盘呢 就很容易遭到破坏 从而导致随和组织的脱出 严重呢 可以造成疼痛麻木这些问题 所以呢 我作为一名骨科的医生呢 建议所有的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朋友们 在症状缓解以后呢 一定要加强这种腰背部肌肉的功能的锻炼 要自己长出一个腰围来 这样我们的这种力量呢 就加强了 腰痛呢 就不会反反复复的发作了 至于怎么去做 做哪些锻炼 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一些视频 都有一些详细的介绍和讲解